西遊輸出國組織OPEC PLUS 同期盟友國家日前決定延長減餐措施至明年 每日共減餐580萬桶 只在支撐近期低微的油價 國際標準布倫特園油價格在過去一個月內 徘徊在每桶81至83美元之間 分析師指出 加沙戰爭和紅海衝突並未將油價 推高至2022年9月每桶100美元的水平 但此次減產有可能在未來幾個月推高油價 下季通常會迎來需求的高峰 但之後的需求前景就充滿不確定性